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當你只憑一口氣 然後周邊的環境很靜 你只靜著就是面對自己 只有自己 我以前小時候 我本來是一個羽毛球運動員 曾經很想去運動員的方向發展 但最後都沒有 在香港教育制度下 很難會支持一個人去做運動員 當時沒有繼續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其實都一直還會幻想著 我究竟有沒有可能有一天 還會踏上運動員這個軌跡 因為我本身是 其實在水裡很不自在 我第一次接觸Fredive 就是在台灣做了一個紋身展 幫了一個客人 紋一個有關Fredive的紋身 然後我跟他研談間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個年輕人 講一些比較 人生越歷更多的人 才會 答到爹的題目 他又好像很明白我說什麼 他都很正常會問我 為什麼你做紋身 會分享一些自己的紋身心得 還有想法 然後他又說 我明白你說什麼 因為你說話跟我的Fredive教練 說的很像 看到這個台灣潜水教練的IG 然後我看到他寫的東西 對他來說就是用潜水 對我來說一直就是用紋身 都是對於生命的一些領悟 不關於有什麼成績事 外界認不認同你 就是因為對這件事本身的鍾愛 那種落明的興奮和浪漫 是在他的文章裡面 是很濃郁地離日著的 而這些是我自己日常紋身 都是有很累同的一些感受 我簡直是覺得是一個 好像是另一個空間 但是是一個潜水人 但是是另一個自己 我覺得是很誇張 一個共鳴的感覺 到一個位置我會覺得 咦 原來自由潜水 Fredive 都可以給我一個機會去 鍛鍊做人 或者鍛鍊我自己的mindset 然後我就會覺得 不如試一下 還要多一 本身只是文章已經很喜歡 已經很正的 有具體的東西 可以給我去鍛鍊做人 或者那些哲理 然後更多一件事 很正的 回到香港 然後就開始報了 第一個Fredive的課程 所以我本身已經日常 可能自己在呆坐 在想事情 即是休息那天 就已經做了一些自我否釋的事情 然後我發現Fredive 在一口氣之間 短短的幾分鐘裡面 它是更加 這個過程是更加 intense 以及超級 efficient 對 因為你一開始有呼吸慾望的時候 你不可以再想 我想要閉氣閉到多久 或者我潛到多深 因為你越是想這些 這些太過將來的事情 你就越做不到 只能夠去接受當下 感受多些自己的身體 即是對於一般人來說 是一件很不自然的事情 不透氣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 嘩很窄色 很害怕 我本身 其實紋身都是用很多的 近年 很多的大自然 element 當中包括水 但 就 好像我剛才所說 本來我 其實對水是有點害怕的 自從Fredive之後 當然對水的形態 感受也會深 所以在這段時間 其實可能 做水的神髓會不同了 不過我想是兩者 雙父雙誠 大家可能看到我 又成為了一個海人 其他海人又會再找我 做一些關於海的東西 那就 越來越多浪 海 水 紋身都 重點根本就不是在那個數字 重點不是說 我是不是台灣最深的人 就好像等於我覺得紋身 對我來說 重點不是我要去參賽 然後要拿多少獎 要等別人認同我 你是一個得獎的人 因為對我來說 我已經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無求要去面對自己 去回當下 然後OK 面對到自己 要接受自己 我才覺得 這樣可以再好踏實 這樣向前進步 因為你一天不認識你今天的自己 其實你就算想 你的目標在哪裡 你很難走的 那條路是